我们最后再来看 为了给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增色 日本正在筹划一个叫做天空画布的项目 该项目计划将一枚立方体微型卫星送入轨道 在指定时间把多达1000颗微小颗粒摄入大气层 颗粒在穿过大气层时燃烧 形成人造的流星雨 能被离地200公里范围内的人们通过肉眼观察到 为了给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增色 日本正在筹划一个叫做天空画布的项目 该项目计划将一枚立方体微型卫星送入轨道 在指定时间把多达1000颗微小颗粒摄入大气层 颗粒在穿过大气层时燃烧 形成人造流星雨 能被离地200公里范围内的人们通过肉眼观察到 永简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